台東綠島6月2號清晨發生一起行車糾紛 雙方起了口角進行護殴 而其中陸性民眾腹部被鈍器刺傷 疑似臟氣外露 綠島衛生所連忙申請空勤 進行後送到台東醫院急救 後續狀況則是由警方來進行調查 男子躺在單架上 十分痛苦地被送上直升機 用最快的速度轉送到台東進行進一步的治療 這起事件發生在2號清晨 綠島陸性及往性民眾 疑似發生行車糾紛 雙方起口角進而護殴 其中陸性民眾腹部被鈍器刺傷 疑似臟氣外露 綠島衛生所連忙申請空勤 進行後送台東醫院急救 本案為單純的行車 救恩引發的複合傷害案件 警方接受報案後立即趕往現場 趕往現場的時候 現場雙方當事人已經離去自行就醫 警方立即趕往立島 律衛生所了解 並將在場的駐鎮的三名友人 代管所調查理清 一併征辦 後續等傷者出院後 本所再進行征辦 由於案件當事人全都進了醫院 後續將由警方進行調查 記者潘仲偉 台東市報導 brau 警方